花太多錢 太多人力物力在他們的元宇宙上 而得出來就是那張圖 好像小畫家都畫出來那張圖 大家好 又來到Chief Talks CFO年報解密的時間 當然解密的又Benny在這裡 大家好 幸好今天你說美股 港股我走來睡著 美股13F 第一季持股 當然太多的機構要公佈 受到規例之下 我們選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 金融大樓盤 看看Q1做過甚麼動作 暫時出了巴菲特 橋水 Bridgewater 以前Ray Dalio 最近都頗風頭等的Michael Burry 旗下有一個很長期的對沖基金 看到三個不同的風格 也是的 Michael Burry 原來十大磁瘡 最大的兩個是巴巴和京東 不知道你有沒有跟她的Twitter 因為蠻有趣的 她開頭是用回自己2008年的代表作 之後就說這次很遲 所以說要沽狠一點 那些人就說 Recession在哪裏呢 她後來都投降了 突然出了一個報告 說我還是不買 不銷售 試試對她來說應該是不銷售 後來出了13F之後 發現原來你買這麼多東西 包括買了很多加倉 Q4當時已經加倉了中概股 包括JD和巴巴 Q1是繼續加倉的 Q1當然比例上比較少的 就是地區銀行 但那些都是中伏的 包括First Republic WAL和Pak West 這些都是最近爆了和潛在爆波的地區銀行 現在大家都當了她是新的 是的 她好像是喜歡一些極端的東西 大家都不看過她 她覺得想賺大塊 就要做一些風險高一點 我覺得我也有留意 我看到她和股神不入如同 叫做建倉的 Capital One 這間法卡的銀行 法卡銀行 做一些Consumer Octo Loan 為甚麼 感覺上相對 因為之前SVB那些 客戶未必一樣 因為SVB是直谷那一堆 做融資IPO的客戶 現在沒有融資 錢也要銷售 那便多些存款 但原來這一間 我看回 她也特別是會出一些 一個數字 就是她的存款 是有增沒有減的 意思是現在市場 不是關注銀行 究竟賺不賺到錢 是究竟你的存款 會被人提走 她不是會高息一點嗎 她好像有 有Saving Account 這個她做到 不是只有一季半季 22年每一季 除了第二季Q2 跌了少許之外 即Q3、Q4 即Q2、Q3年第一季 即Q3年第一季 是1月、2月 不是 12月開始 1月、2月、3月 她仍然在升 即Q3,000多 這樣升 你不跌得多 你不跌得多 已經很聰明 可能這是她的業務上的分別 即是地區銀行也好 不同的銀行也好 其實整體是恐慌的 現在都怕之後會爆 因為收緊人數更加的 但可能某些 譬如這些Consumer的Market 那些客戶的存款 未必那麼脆弱 可能就是她們看中建仓的原因 我猜 因為我不知道 可能很多 如果你看股價 或技術投票 全部都弱 但她們敢死 我可能覺得夠低 第二就是這個業務 可能相對稳固 靠你之後有機會 再解析 好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跟機 Michael Burry 我是有點窄窄的 但她投機性較高 但連股神 一個比較長期 即是價值投資型 都投這隻 可能是之後靠你 但你看看股神 就是Apple那裡 因為受著它 其實在Portfolio中 減了其他股份 所以相對令到Apple 現在變成40%多 佔了她倉位的比例 46.44 很厲害 很厲害 其他東西比較穩固 偏向她自己的作風 也比較穩固 對 我今天剛好有講Apple 不如先講Apple 好 因為今天會講Apple和Metta 我個人來說 會覺得Apple好很多 Metta是負面的 可能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判斷 但看看實質基本面 究竟他們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都可以自己判斷 其實Apple剛出第一季的業績 其實總收入都下跌3% 主要是硬件那邊 即iPhone、Mac、iPad 那些就弱 而它的盈利能力其實是可以保持到的 非常穩固 每一年都是的 44%的毛利率 但它賣的可能差不多八成都是硬件的 如果我表面簡單看 就是賣硬件的 而現在整個市場都弱 很弱 但它都維持44% 其實也算是很穩固的一隻股票 它既然利潤是跌的 沒有辦法 因為整個行業 例如手機銷售的出貨量連續五季跌 整個市場 即是Samsung、蘋果、小米、OPPO 但原來iPhone 原來它升了2% 在2023年 叫做Calendar Year的第一季 它的財布就應該是第二、第三季 因為它是9月year end 另外就是我們看地區 在北美、大部份跌 北美、大部份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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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北美、大部份跌 其他一些新興市場 是升的 這是它在未來推銷的一些 而且這次業績 Tim Cook也有強調 它的服務也能升得很好 5% 整體就是這樣 硬件跌 當中是因為iPad和Mac是跌很多成的 而iPhone是升少少的 而Services都維持連續幾季 很多季都在升 我記得它公佈完業績之後 市場的收貨 市場的收貨 是源於iPhone竟然出乎預期升 因為我看到業績之前 每間大行都看淡它 已經下調了預估業績的情況 我估計iPhone是會跌的 怎料它升2%是很好 這個宏觀情況之下 這真的不是很好 有點複雜 Tim Cook當然是很開心 很 proud 我們iPhone在三月圓的季度 即一至三月圓 創了歷史新高的銷售 513億的銷售額 整個智能手機市場 在這一季下跌13% 它沒有跌 還要升2% 這絕對是 股市場或誰都覺得 iPhone有一個很強的抗跌性 相對 吃了別人的市場 別人不想買手機 還要先考慮iPhone 而它硬件跌得多 是因為Mac機和iPad 它有提到去年 最新的芯片 M2 是特別受歡迎 現在沒有新產品 就弱 整個是PC市場 這算是PC市場 都是弱的 飽和的 所以是跌的 亦受宏觀問題影響 但為何3月的季度上升了2% 兩個原因 一個是iPhone14 是真的有市場 一出新型號 通常每年9月出 那一季是10至12月的季 銷售全年最高的一季 但如果大家有印象 原來2、3年之前 2、2年的年底 仍然在搞很多疫情的事 鄭州廠停工 工人走路 鄭州廠是富士康的廠 生產iPhone14 Pro 搞到去年銷售原來上季12月底下跌了8% 而今次又升了2% 當時分析員說 Tim Cook的解釋是因為供應有問題 影響銷售需求 這個我會同意 因為我就是去年年底 一看到新聞 我快點 什麼顏色都有 本身這個你看不到是什麼顏色 有紫色 但我很不喜歡紫色 我差點上賣 幸好去第二間Apple Shop 就有白色丁銷色 即是代表如果你需要用 或者用到iPhone 你是有需求 我就立刻在它尾巴 因為有時候你要訂幾天 或者有時候就幾個星期 幾個星期 我本身是上賣紫色 而且是14Pro 因為14Pro 晶片才是最美的那一張 令到它可以快一點 規格就好一點 等幾個星期都沒有貨 然後幾個星期之後再問 都沒有貨 沒有了 等明年 其實等一等一等 不如我等iPhone 15 那就要等久一點 其實不相差 也行 如果你那部不是太舊版 這就是解釋了 為什麼它開始出貨量慢 就是太好用了 所以這次我認同它 我也不需要聯絡 是吧 待會也會有一個伏線的帶來 但現在就是說 原來你上年12月那季跌了8% 是真的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因為它的生產是干擾了 因為鄭州廠停工了 疫情關係 所以有部份的銷售 或者是有人想買iPhone 它是defer了去今年的第一季 這一定是有原因令到它現在創了三月季度的歷史高 因為正常三月季度是悶一點的 大家都不會 我等多一季等多六月 都差不多是iPhone 15 我就會discourage 我賣上一袋 但現在竟然是歷史新高 就是有這一樣東西 不過也要看回其實它跌銷售8% 即是上年12月季度 它是跌大約50多億的銷售額 但是今季升了2% 是升了七十多億 對不起 五十多億和七十多億 即是你因爲defer了需求去今季 是不會完全recover回上季跌的金額 可能很多人都像我這樣 不如就等iPhone 10 有的 左右而擺 但有剛好增長這幾%的人 其實它的電話真的捱不住 它可能是10 所以我一定要在Q1這裏 要去換機 所以便拼了 所以有時我看分析師會議都頗特別 那些很厲害 究竟你是deferral of demand 還是destruction of demand 即是你停產 分析員問那些 我覺得有時很精警 令那些人忍著忍著 你不可以掩飾得太厲害 它們是跟著這個貼別的 其實我發覺如果我集中跟一隻 跟一隻是很有感覺 你每一次看台式電郵蘋果 越來越有感覺 知道它說這些是堅定留 但分散就會沒有什麼 所以它不可以還原 它上季就說deferral 但它也不說好死 因為它也害怕 因為需求弱 今季就不可以錯了 它也說deferral 今年又升了 但它沒有說過 我剛才說的50多億和7億的數字 如果有分析師這樣看完 再追求它 它也可能會沒話說 但不要緊 全市場市場都下跌13% 它算是有交代 這是硬件的業務 你預算了蘋果是弱 不過它相對所有全球手機的製造商都是弱的 Samsung和它叫做拍住 這一季的出放量大家都有21% 其他就走到一旁 如果deferral成立的話 Banny Sir是會不會去到今年的下半年 因為已經開始出新一代 iPhone 15、15 Pro 那條數會帶來更加明顯的復甦? 我覺得一定會有正面影響 第一個最普通的增長點是每年一次的新型號 這亦會帶動上游的晶片 台積電那些新的3納米需求上升 現在它要消化舊的機型 我覺得一定會有市場 但現在是隔幾代才會換 我的用家也用了很多年 你一個是多少? 好像是14 Pro 總之上年買 但我對上的是11 你就明白為何手機市場會下跌 第一,運觀是差的 第二,你都很好用硬件 不用經常轉 除了電池差點之外 其他都是很好用的 所以它也明白這件事 這就是它一年 可能某一季 即是年尾那一季可以打 但其他時間真的沒有解 所以它不斷強調 蘋果是很有季節性的業績 你不要還給上一季 是沒什麼用的 特別的 通常是比上一年的 但它也做了另一種動作 就是它出貨量佔全球的手機市場 大概是兩成 有八成不是它的市場 不是IOS的市場 而是Android的市場 那裡是另一個 我覺得它是要發展去打的市場 因為原來今季 墨西哥、印尼、菲律賓、沙地、土耳 以及阿聯酋都創了歷史收入新高 這些都相對不是北美最有錢的市場 另外巴西、馬來西亞、印度 三月季度也創了新高 它也很高興 所以我猜猜了 其實它們除了北美傳統市場 它也要打回新型市場 推出一些便宜的手機 原來假釋了 譬如小米 我一向都不太看好 它的競爭力不是它的手機 而是它的價錢 但是別人都推出一個差不多的價錢 或者貴一點 而性能比你更好 或者特別的 都可以由Android的系統轉到IOS 代表你沒有什麼後綜性 也不太高 譬如一年前市佔出貨 可能是17-18% 有多貴便贏了蘋果 現在是11% 而蘋果現在是20% 即是露瑤之馬力 所以這就是蘋果第二個 相對長遠 每季都會見到增長 就是要打進新興市場 當然最令股神覺得舒服的是服務收入 上季應該升18% 創歷史新高 今季升5% 再創歷史新高 大家經常說的 譬如我們很熟悉的 騰訊 阿里巴巴的流量 譬如騰訊 微信有12億用戶 付費用戶 2億左右 阿里巴巴也有10億 全球的淘寶 TML那些 Facebook 有30億用戶 但這些其實都是免費的註冊用戶 但原來它付費用戶 蘋果的付費用戶 已經20億 這不是小數量 我們不會今天用完明天不用 這個不會怎麼動 只會越來越慢慢高 但裏面的一個電話 可以做到的事情 反而是一個窗口 是無限可能的事情 大家如果有留意蘋果 都知道它有一個叫 Buy Now Pay Later 是Apple Pay Later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另外現在有出一個 High Yield Saving Account 又是很簡單的 四至一半 都可以的 是活期的 但好像都是放在一間 他讀高文合作的 高文的 我不知道那間有否公佈 因為它不用特定 新增金融牌 其實它在做的事情很簡單 或者支付寶 原額寶 也有 Credit Card 我覺得它有點像 螞蟻在這方面 是的 它在做的 根本是很生活化 很簡單的事情 但你平時又不會在手機做到 你要怎樣去銀行 拿出Credit Card 但現在不是的 你根本就是 一個電話 它只想做到一個電話 甚麼都可以做到 而你又不會再去銀行其他 而且它的Apple Pay Later 很適合現在的宏觀環境 我聽說 其實美國人那邊 都不少人已經在割 他們的生活開支 但其實它分四期付款 例如我當我買完這部電話 然後我便可以分四期付款 所以這件事對於他們 他們又要Pay by Check 他們可能買這部電話 即是Matching 對 這樣便舒服很多 是的 所以其實 今天時間少說 其實蘋果現在最大賣點 就是它20億的註冊用户 以及10億的付費用户 這個根本是你找不到第二間 而這些用户不是免費 全部付錢買 付幾千至一萬元買iPhone 這樣才是用户 所以它的服務收入佔 大概整個蘋果的收入 大概兩成左右 但依然現在逆市創新高 為甚麼 因為它根本不是受制於 手機市場的低迷 或者出貨率低的影響 它的軟件是服務的收入 如果大家有用的iPhone 都看得懂 是不會掩飾到的 總之一部電話 我戴了銀包 credit card 甚麼都不戴都可以 即是八日通 還有你這一點很好 就是你用了電話之後 你會用iPad 就是這個 你裡面的資料的傳送 是很簡單可以做到的 對 iPad可能看得好 打得好 但有時我突然有些靈感 我想寫一些文章 iPhone說兩句 但iPhone很小 又可以這樣轉 其實我覺得這個 Tim Cook提出 無痕跡的不同硬件去交換 是事實來的 即是我當用家來說 所以我覺得蘋果是有第二增進點 亦都是逆市的硬件 也不是很差 也解釋了為何他加上微軟 已經佔了S&P 這麼高的差異量 20% 我贏了整個羅素2000的市值 而且他已經佔了標普500 20%的缺席 而且我最喜歡他 他不太說AI 我們可以跳過Metta 因為他說AI 人家問他AI 我他說 AI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但他沒有說我們要搞什麼AI 他根本不需要這些東西 因為我經常覺得 AI 譬如Generative AI 新成AI 是一個革命 但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但如果你說 這刻我要靠這件事 令到我的業務增長 就像Metta 就是一個uncertainty 一個risk law 還有Apple的風格 是讓它的產品成熟 才對外公佈 他可能會給你Android 你是不是先公佈了 是呀 他不怕 就是後來才可以 那個自動駕駛被人偷了 16年自己有 人家已經在研發 但我未成熟 他不對外公佈 他是銷售的整個感覺 不是只有硬件 譬如我們現在是另一個 Facebook Facebook的業績做得好 整體收入同比上升3% 但其實經營利潤跌了15% 比上兩季20%有進步 但比一年前31% 或再早一兩年的40% 不是那回事 當然他的經營利潤跌 其實是關於他的裁員的事 因為他的裁員 首先看到他的選益表 最大費用不是直接廣告 直接銷售成本 因為他的最大費用是 R&D研發費 佔他收入三成 其實直接成本是兩成多 很離譜 R&D的人可能是要的 科技公司 但反過來 如果看Microsoft Apple 蘋果 或者Google 他可能佔十多% 33% 反過來 你說投入得多 反過來 你根本就是科技技術不足 他去了元宇宙 R&D 這間科技公司 炒了R&D 不然你不再做科技 不然你那群R&D的人 很快 我經常覺得他有一半一半 原宇宙 可能大家都沒有standard 虛如世界 所以他燒了很多錢 但也沒有特別實質的東西出來 所以他表面上 沒有放棄元宇宙 但實際上 炒了70%是R&D 起碼現在這群人是信不過 他完全沒有放棄 業績之後 我看Mark 他自己的Facebook Post 他自己裡面說了一大堆 關於今次業績前景之後 他也有看到 我們雖然有這麼大筆的Cut Capax Cut資本開支 其他開支等等 但我們沒有放棄過元宇宙 因為元宇宙是需要時間體現出來 這次其實我也有點害怕 因為他最為人救病 就是他除了不管自己的Family App 即他本身本業Facebook Instagram之外 就是花太多錢 太多人力物力在他們的元宇宙上 而得出來就是那張圖 好像小畫家都畫出來的圖 我覺得這件事是有可能性的 不過反而他很幸運 上年人員遇到今年的AI AI好像相對近一點的東西 所以他有說 首先說他的收入升 就是因為中國那邊的客戶 有多些的廣告 但也同一時間 實際上他有說 他的印象 就是Facebook或IG 是多了人去看的 但他每一次平均的價錢都下跌了 即他可能都會有減價的跡象 總之都不是很厲害 有少少幾百%增長 就減價 或者是中國剛剛叫做復償 都會想打海外市場 這是收入的上升 有一個問題是 未來是否繼續持續 不知道 但有些事情你會猜到是持續 當然他的Reality Lab 他沒有放棄 但收入也跌了51% 每個月都有幾億的收入 但有幾十億的虧蝕 令他整體的利率都下跌 其實他是有說的 他特別提到 好像英明剛才所說的 市場傳聞 我會放棄元宇宙 是不正確的 因為這是長遠目標 現在你看不到 不代表將來沒有 所以我們不會放棄 不過你看到他財 R&D財那麼多 R&D最主要是搞元宇宙 其實他是 起碼放棄了這個團隊 所以 我又不可以否認 他在ChatGPT上年流行之前 他說了幾句話 因為我們不能再 叫做Ad Tracking 去偷窄Facebook用戶的喜好 去下精準廣告 所以我們會轉一個 叫做AI Recommendation 靠AI去猜測 你做甚麼 我覺得不是很厲害 這是源於Apple的私人 改了修改 ATT 對 私人的用戶條例 Tracking Transparency 對 令他不可以直接從蘋果 知道原來手機用戶的喜好 去做一個精準營銷 沒錯 因為這個以前很好做 因為科技 你做些甚麼 你在Facebook搜尋一些東西 突然間有些廣告彈 你很生氣 現在你可以選擇 在iPhone選擇 不允許App去檢查你 令他很慘 他就無法測試Ri 跟廣告主說 究竟他的廣告有多精準 所以他用AI Recommendation 其實他的股價跳升很多 第一是回韵 第二是他的第二季度的 Forecast收入都會去高水平收入 如果他做到High End High End是三百二十億的收入 那就是歷史第二高 不要忘記他應該有些減價的成分 但我覺得是回暖了些 就是Online Advertising 但剛才提及了 他收入的增長 因素會否持續 不太肯定 但他要搞AI 搞本身的AI 以及新程式的Generative AI 即是GPT 原來每年要花300-330億的CAPEX 即是支援開支 原來他2022年的全年利用 都是289億 這有點像台積電 就是我賺完今年的利用 拿到下年去搞 但台積電也有目標 就是3-2納米 因為可能有個reality lab的元宇宙 令我印象很差 你現在再搞這些事情 你搞得怎樣 Google、Microsoft本身有 怎樣去訓練 他好像說是開放式還是怎樣 我覺得很複雜 但怎樣都是那兩件 應該比你厲害吧 人家當然問你 那細節如何搞 他說他們現在沒有細節 但是是一個大機會 不要分享太多 CFO也是說 too little early 去分享這些事情 總之是怎樣 你聽完後是有點懶惰的 是呀 你感覺到是無料到 是呀 另外一件事就是 分析師很厲害 你現在裁員 何時會停裁 何時會再聘請 24年開始再聘請 聘請甚麼人 主要是關於R&D的AI Infrastructure reality lab 即是你現在炒完那些人 又要聘請那些人 你現在的efficiency 是高一些 即是profit ratio 就是因為你炒了很多人 現在又要聘請 那就是肯定的 就是錢又要再消過 即是300億至330億 但你的result是 它不是賣AI service 它是用AI service 去令到多些用戶 而令到廣告主 多些廣告 這是一個很間接 不知道成效如何 你如果有得比 你也可能覺得Google是否好一點 AI是要走的 即是在現今 你知道AI是在 未來一個新的科技革命 但我們在某一集 我們不是說過NVIDIA 那些芯片股 你就是去拆解它們的年報 都已經提過很多次 就是無論這些 mata software 如何弄都好 即是成功與否都好 它怎樣都會用硬件 所以整個AI的概念 就是硬件 即是晶片比較穩固 其實如果朋友有時間 可以看回那一集 就是NVIDIA 你compare 原來 NVIDIA 所有科技巨頭的供應員 都是NVIDIA 即是Facebook Microsoft Google 等等 而且最近我看台積電 有人問他 你這些JetGV 對你有沒有影響 他都說一定是好的 但我現在沒有具體的數字 即是再上游 他可能跟NVIDIA 有一點競爭 又有供應一些芯片 都未清楚revenue的trend 你下下游 你只是知道你成本要先走 而你收入的效益 就是看你的做法 你相對的 Tracker就是做科技 即是Facebook以前那麼厲害 是ad tracking 即是偷窄 之後的東西就是他的30億用戶 但剛才也說了 其實現在的用戶 質量或數字 是否這麼有參考性 也不是 不跟蘋果的真金白銀 所以最後你會 譬如美股這幾隻大東西 你會覺得是Microsoft 或者Google 相對 你說下游的 是跟Facebook 哪有前景一些呢 我可以自己判斷一下 有時看年報 不只是看他 而是看整個產業 例如你剛才說 CapEx位置這麼高 在300多億 對於Meta來說 未必是好事 但對於硬件公司是好事 反過來 就是他們的收入 所以有時看年報 我覺得大家可以融會貫通 尤其是科技 你看看芯片上游 再高一點是ASML 對呀 即是光刻機 之後你再看這裏 蘋果和TSM 就很緊密 蘋果不可以 也不可以 在這些位置 你會感覺到 究竟現在是這個問題 那麼熱 但受惠點是 整個產業點的 上游、中游、下游 下游的一定是成本先 因為我再深入想 就是你可以不做這件事 你不燒錢 你叫做Profit Ratio 或者Efficiency 但你就更加糟 因為別人一直在做 你的廣告客 就更加不會說 你連這個你都不做 即是TrackGPT你都不做 我更加不會考慮你 就被迫 無論你想不想做 都要做 其實就是他們一定要先燒成本 不過他自己也有提到 就是等時間慢慢有待去確認 就是我看到你這裏 highlight的最後一段 都要等時間去確認 他們未來的產品 這個都是只有等字 這個模式都未定 是的 我起初 譬如Google也是說 他把AI 本身是out of bag 的一個segment 是虧很多錢的 他覺得不合理 因為他的成本 是serve for整個公司 於是他在剛剛的季度 把成本放入中央成本 即是中央成本 再審回廣告 或者是YouTube 這裏就是 這個AI是服務著 它存在的東西 不是一些新的產品 推出 而是輔助性 輔助性做得好嗎 就是看你的產品 如何提升用戶體驗 再又要轉化到你的客戶 就是廣告商 又會看得出你做得更厲害 這一刻 我覺得AI的概念 美股服務也升得這麼厲害 大部分是概念先 實質效益未見到 當然有一個聯儲局 停加息和減息的預期 才行得這麼好 最後一個提問在MECA 我們現在算是半體驗 但也不建議做淡 是否因為現金仍然充裕 因為我記得今次收入和訂閱 用戶增長是可以的 不需要做顏外的功夫 但上一季不可以的時候 是做了buyback 然後有一個short squeeze 就是夾了淡仓 所以是否我們看淡它 它就不要做淡了 它升了這麼多 是有些支持的 即是它現在始終是大隻 你說它怎樣差都好 它都是30億用戶 即是全球最大的社交媒體 當然我覺得它就說 重點是它沒有什麼 新的edge 新的突破點 都是老本行 但你見它是很… 即是有些賣盤頂住 你說想下就應該難些 即是它們不會馬上走 但我只不過是長遠去說 說AI一定不是輪到它 如果是廣告的 即是網上傳媒 都不知道它可以不可以 即是我其實不太看好 即是Jabba的風格 尤其是reality lab 即是元宇宙真的只有一年 所以做淡就不好 但我覺得不會是… 即是一個相對 如果你說長線是買這隻 是高風險的 譬如蘋果很多 是的 好的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Benny Sharpe 如果大家想了解其他的資訊 甚至是進一步 聽一下Benny 還有其他那些好股 或是一些要避開的股份 去幫他們做年報解密的話 記得密切留意我們Chift Talk的節目 所以記得現在還未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也馬上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記得按鈴鐺 這個很重要 否則你會失去我們的Live 當然可以重溫 現在才進來的話都可以重溫 我們之後再見 謝謝Benny 拜拜 我們到討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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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的小說法 的不同像是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